从古至今月球都是人类憧憬的星球 人们都想登上月球一潭究竟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美国率先实现登月的梦想 并在月球上插上了美国国旗 这么多年过去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 美国那面国旗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当时各国的科技还不够发达 没有足够的能力验证美国登月的真实性 而当时又正值美苏争霸时期 美国登月是为了向苏联展示国家实力而进行的 科学研究的目的性并不明显 所以很多国家认为是美国故意吹嘘自己的实力 都不相信美国真的登上月球这件事 现在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 对美国登月的真实性也有了更有力的验证 据月球轨道卫星拍摄回来的照片显示 当年美国插国旗的地方的确存在一块阴影 这块阴影也被认定是当年美国飞行员插上去的国旗 至于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 美国国旗仍然存在 想必也是和国旗的材料有关 美国为显示实力 当然要用特殊的材料制作国旗 美国国旗还能保存在月球上 也说明了美国登月事件的存在 可见美国的实力真的非同小刻 不愧是世界强国 同时也反映出人类的智慧和力量 真的非常来不及 那么大家认为月球上的美国国旗 为什么能保存至今呢 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宇航员登月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